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现在我俩的关系也讲了 从小到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居士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大家好 我主任人好 道歉 我是 你多大年纪 今年18 他呢 他也是18 月份上谁大 他大吧 你平时叫他叫什么 平时叫他小蕾 那他是你大哥吗 我把他当成大哥 因为 我从小就认识 他对我挺好的 帮助我 然后我一赖他 就把他当成大哥 那大哥到底做错了什么 今天要来到现在 可能是因为 上次打架了 我跟他就是 在横电横票嘛 拍戏 你 对 是群众吗 武行 你会武吗 我武会 那你怎么做武行呢 就是他推荐下 就是武行赚钱比较多嘛 然后就推荐下 我当了武行 有一次是 我发烧感冒 除掉了武行的戏 没去那天 然后是他回来 就是骂我 骂我说什么 我又懒又蠢 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以后别跟着他 会拖累他 他骂的对吗 算是吧 那怎么还打几架来了 我又来气了嘛 然后又把烟壶缸砸了 哎呦 你才是大哥呀 我一般不发脾气 发脾气来不得了 算是吧 砸伤了他吗 没有就扔地下了 然后砸碎了 然后他一来气就 删了一眼光 然后妈就 打下来了 因为就 就是这件事嘛 从小到大 是第一次打架 第一次打架 对 就跟自己的兄弟打 对对对 还下手那么狠 后悔吗 挺后悔的 从此以后 就不再相见了吗 对 一个多月 没和他说话 就到现在一个多月 对 想他吗 挺想 你想你可以找他呀 就是 我也怕他嘛 你还怕他 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脾气比较暴 然后我比较老实 你老实 对我老实 他脾气比较暴 对对对 好吧 看来这是一个 左右为难的小弟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大哥 到底怎样 我们有请道歉人 习磊磊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哥你好 老师你好 我小名也叫磊磊 但是我这小名叫磊磊 大名叫土磊 你的大名就叫齐磊磊吗 对 这太不像大哥的名字了 变瓦气 改了呗 不敢改 不敢改 你脾气很暴躁吗 相对来说 有时候 可能说会 有一点 他说他怕你 是这样吗 算是吧 他为什么要怕你呢 我总管着他 包括刚才他所说的 动手的那个 做武行的事 也是你让他做的 对 那你怎么还 两人动起手来呢 他不愿意干就不干呗 有时候就感觉 跟他在一起 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因为我们俩一直在一起 然后我觉得 就是说互相帮助 我也想让他 就是变得更好 想希望他成钢 对 你是钢吗 我 我还不是 那你凭什么要求他成钢 就是一种 希望吧 可能希望他 就是变得更好 一个多月没见面 想他吗 想 找他去 我俩一直就是 在一起住 他有时候就不回家 有时候 就吵完架以后 打完架以后 还在一块住 对 只是他不太回来 对 然后回来有时候 也不跟我说话 拿点东西什么的 就出去了 就走了 那多尴尬 特别尴尬 那你就先打破 这种僵局呗 一直 也 也没好意思说 也没 不好意思说 大哥难当 是吧 还当吗 一样 我俩就是说 也没有什么 大哥大哥 这都是一样 你瞧他那个坐姿 你真怕他呢 来看看 一个多月没见面了 兄弟 打个招呼 哥们 还好 还好 所以有点尴尬 我们童年的时候 也有过这样的感受 你说你们俩感情特别好 是吧 对 有多少年的友谊了 从小学就开始认识 因为小时候 我们两个是邻居 然后也是同班同学 一直就是关系不错 比较聊得来 就一直就处到现在 你们的家庭情况 有分别吗 还是都是普通家庭 普通家庭 我是单亲家庭 你呢 单亲家庭 原来同时天涯 轮路人 小的时候你就是领头的那个吗 小时候比较调皮吗 他调皮吗 他比较老实 那你这个大哥对小弟 你刚才说恨铁不成钢 那你在与他相处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做过一些 引他向善的事呢 引他向善的事比较少 那你就说你到底带着这个小弟 干了什么调皮的事 在小学就是带着讨课去打游戏 刚开始还好 就是后来就被老师指导了 家里也指导了 然后回家艾伦打 到初中之后 比较多了这种事 就是带着他不仅操课 打游戏还打将 信仲老师 在椅子上放个钉子了 他叫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因为我信赖他 信赖他 对 就给老师屁股下放钉子 这没逻辑呀 你没有一点是非观吗 没有 他的眼光好呆滞 没有 那你 你是跟着爸还是跟着妈 我跟着爷奶 你的抚养权是在爸爸手上 还是在妈妈手上 我爸手上 在爸 你呢 在爷爷奶奶手上 没有爸 爸爸走了 不在了 对 妈妈呢 妈妈改嫁了 其实你的抚养权应该还在妈妈手上 只是爷爷奶奶照顾你 你爸不管你吗 不管 所以你就认为 他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也没有是非观 就一切听大哥的 我就是 我从家 我家也管不了我 那爷爷奶奶呢 爷爷奶奶总管你吧 管我 我不听 就听他的 对 你读到什么学历 初中 你呢 初中 这是不是巧合 还是因为他初中 你也初中 因为我在学校 就是他走了之后 我也呆着也没意思 什么叫他走了以后 你就呆着没意思 就是他退学了 然后我同学校也没人和我玩 也没人和我聊天 然后我同学校我也混不下去了 然后我也退学了 你这大哥当得很成功了 真的是你干什么 他就跟着干什么 对 那但是一个弟弟因为你而不读书了 你难道不难受吗 是你让他不读的吗 这个不是 因为当时学校给我开除了 你是被开除 对 他呢 在院 大哥的影响好深 那不读书 那就干嘛呢 就去工作了 打勾 能干什么呢 初中 初三毕业是吧 你是被开除了 你是放弃的那年是初三吗 初二 初二 就差一年就初中毕业 那干什么呢 打工干什么呢 去做那个玻璃 在玻璃厂工作 你会做玻璃啊 就是 安装什么的 那种 安装门窗什么 对对对 多少钱一个月啊 20 十十十十几千 你自己应聘去的 对 他呢 我带去的 干活苦吗 还不如上学呢 又累又脏 然后 不过另一半就成天就滑石头 那手就全是伤口 但是好歹有兄弟陪着 当时我在场子 没怎么好好工作 比较贪玩嘛 然后就让他 就是 就让我 他 他 他干了一半了 然后我把他 帮他干完了 所以你说的又脏又累 是这么回事 我把他帮他